2020年大陆有关方面向台湾方面是通报了28批次的台湾地区波罗不合格的情况 提醒台湾方面要加强源头的管控 遗憾的是不合格的情况一直都没有得到改善 台湾方面也没有任何的回复 这次大陆暂停台湾地区波罗输入 是为了保障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所采取的正常的防范措施 是完全合理必要的 事实上多年来大陆方面一直非常高度重视 台湾农民的利益福祉 积极地采取措施 为台湾农民排油简单 协助他们拓展大陆市场 岛内农产品滞销时 及时伸出援手 帮助台湾农民渡过难关 使他们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民进党当局把技术性的问题犯政治化 借机地恶意抹黑大陆 实际上是自己关上了解决问题的大门 从源头上解决农产品安全问题并不难 关键是民进党当局丝毫没有为台湾农民着想的意愿 做些吃菠萝的表面文章 不过是想要蒙混过关罢了 关于台湾有些人提到的 在大陆也有的两种害虫 比如大洋屯纹粉戒和新菠萝灰粉戒 确实在大陆个别地区有零星的分布 但是都是处于有效的简易管控状态 是以薰针处理来灭除风险的问题 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 采用薰针处理容易造成波罗发黑品质变坏 降低 薰针所使用的锈甲丸薰针剂是一种有害药剂 大量使用的话会对操作人员的健康造成危害 也会对大气的臭氧层造成破坏 因此大陆方面一直要求 在菠萝的种植加工的过程当中 加强源头的管控 消除植物疫情风险 在2020年大陆方面是多次的通报 台湾地区菠萝不合格的情况 并且提醒台湾方面要加强源头的把控 但是这种不合格的情况一直是没有得到改善 我们也没有收到台湾方面任何的回复 农产品安全是事关到民众的切身利益 我们是希望台湾有关方面予以重视 履行好监管的责任 加强源头管控 避免给业者和民众带来损失 民进党当局一方面是借机的制造敌意 一方面又声称说要坐下来谈 他们不觉得这样挺无聊吗 实际上前段时间呢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流传一个跟我的名字有关的一个段子 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 转发量还挺大的 我想呢 我个人觉得 这反映出一方面呢 网民们是高度的关注两岸关系 一方面呢 也高度的关注这个农产品安全和生态的安全 是否暂停台湾剥落制品 以及说有一些其他的农产品来输入大陆 这个呢 由主管部门依据大陆相关的规定和标准来决定